像这样子的点心面你一定吃过 尤其是小朋友更是喜欢 在台东日前有一位民众 家中的小孩打开零嘴 正准备要吃下去 结果竟然发现 点心面里头竟然夹了海绵 打开的时候我先吃两三颗 然后小朋友刚好洗手洗完 拿了一颗吃的时候 我以为他的手是脏 也没有脏 像类似水或是什么 看到白白的东西 结果我把它拿出来看 里面就是那个海绵 差一点点被小孩子吃到 就把它拿出来看 结果是海绵 看到这样谁还吃得下去 也打电话向厂商反应 不过厂商只说会补迹零食 也说可能是传送带上的海绵 不小心掉下去 希望厂商就是 苹果能管控严格一点 这个东西看能不能说 这批制造的回收 给以后要购买的消费者 能够安心在购买他们的产品 这样 这位民众希望往后厂商的品馆 要更严格 也应该负责任的将此批号的货品 全面回收才是 东南宣布的综合报道